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津大学图书馆冯继才作品阅览专区 为方便同学们深度阅读冯先生的作品,进进他的书斋生活 图书馆以冯先生捐赠的图书为主体,开辟了此阅览专区 为激发同学们的阅读兴趣,给同学们搭建一个充分展示自我的平台 我们以冯继才作品阅览专区为载体,开创了《阅读阅响》系列短视频栏目 本期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图书是《俗世奇人新增本》 有请我们本期的领读达人康思宇同学 试问一本让作者写作成瘾的书 又怎能不让读者如痴如醉 对冯继才先生而言,写《俗世奇人》已然是成瘾的一件事 于是写了再写,不断有新篇涌现 2023亿开年,冯继才先生为《俗世奇人》系列 又写了18个金门传奇新故事 还为这些新登场的奇人乃至小说里的场景 新画了22幅插图 集成《俗世奇人新增本》 只要动笔一写《俗世奇人》 就会立即掉进清末民初的老天津 诗喝穿戴、言谈话语、举手投足 都是那时天津味很格色的一套 而且所有这一切全都活龙仙剑 几眉弄眼,叫我美美地陷入其中 既然冯先生在创作时会有如此感受 那字句行列之间 我们便能跟随冯先生走进这一特定的时空 去体味天津味的市井百态 奇人奇事 书中人各个奇特怪异 令人印象深刻 有狡猾狠恶好惹事的呼吻头子小尊王武 也有棒大腰圆不惹事也不怕事的蝎儿虎 有聪慧神秘红灯罩里的奇女子奇梅碎 也有别具匠心将破院造成绝美园子的秦六支 每个人物性格鲜明 读过之后便难以忘却 加上冯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 更让所有人物好似就在你面前 每篇故事也都一如既往的引人入胜 又发人深省 夏二虎里小尊王武去找夏二虎惹事 反而让二虎显出了能耐 二虎想学武功 可高人却拒绝他说 笔幅多一点就不是福了 故事妙趣横生 而趣味中又蕴含着人生的哲理 威严大义 耐人寻味 书中插图也都唯妙唯笑 冯先生将笔下的人物 场景绘制出来 并更容易将我们拉进书中的世界 拉进那时的天津味 且看这幅养掌柜 一手端着羊人的闹钟给国人看 一手端着中国的瓷器给羊人瞧 拿中国东西赚羊人的钱 拿羊人的东西赚国人的钱 一副老奸巨华的模样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岂在何处 小说中不仅故事和人物奇特 语言更是有着正经的天津劲 强调 爽利 豆根 较劲 有滋有味 还在等什么 快来读此书过过瘾吧